像是你的Line-Out 假設你要輸出到另外一個裝置 這裡有一個Line-Out Limiter 就是因為這台錄音機是錄32位元 它永遠不會peak 但是你輸出的音訊 你的另外一個錄音設備其實是會peak的 就是你需要注意你的音量輸出的音量 所以你這裡有一個Line-Out Limiter 你應該是還不錯用啦 我不知道 因為我應該永遠都是用這個32位元 但是你假設你想要輸出到另外一個裝置 有一個Limiter在這邊 然後有這個USB Audio Interface 這個就是你可以當一個USB的錄音介面 這樣子可以直接輸到電腦裡面 所以你可能麥克風接著 那你可以直接USB-C接到電腦 你的電腦就可以把這個認定為它是一個麥克風 就是一個音訊裝置 你可以直接在電腦的軟體裡面去處理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Audio Interface USB Audio Interface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這個USB Type-C接到電腦之後 你這個錄音機就變成一個錄音介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USB Type-C接到電腦 電腦你就可以用你其他軟體 可能是音樂的軟體 直接錄音就直接錄到電腦裡 不需要再 我這裡錄完然後再存到電腦裡 然後再去處理 你可以直接電腦直接錄音 就一個錄音介面的概念 你有 segments are 有可能 屠音於全體錄音 diesen提寄音 是Otto 它的Yin 就是か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目前我已经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设计的部分 就是它的hold 在这个record button 这一个滑杆上面 所以你可能hold 你想要解锁去调整一个 你想要放大这个波形的话 你这个hold 往上波一点点是解锁 但是你不小心就会播太用力 就直接停止录音了 所以就有点搞笑 就变成你可能是想要解锁 不小心用太大力 你那一段声音就直接cut 直接没有开始 就直接停止录音了 目前我已经遇到一个神奇的小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hold 跟record 这个滑杆是在同一个上面 所以你可能在hold上面这里 hold 那你想要 忽然解锁 看一下这个波形 想要放大之类 你想要往上波一下 这个滑杆 非常非常的 敏感吗 就是不小心 你就会不小心 就直接往上波 播到一个record 所以就变成你可能 錄一錄 不小心hold 你要解锁 就变成你停止录音 就直接cut掉了 超好笑 所以不知道 小小的问题 那就是你使用 就需要小心一点 或者是你就不要hold 就是 小心 不要碰到这个东西 不然你就不小心停止录音 而且你还不知道 就这个红灯就熄掉了 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就要不要动 听到这个波形 就这样 就像我这种有趣的 就是 你这样 你这样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你这样 有趣的 就像你这样 可以 就像我一样 在这种 你这个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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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 Zoom F3 好啦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就會便宜把這個神奇的Tascam賣掉 因為應該還是可以用 只是我用不到了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的Zoom F3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還有這個神奇的32位元你就...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32位元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32位元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把我們的麥克風忽然變得超近 變得這樣子講話 那我看看 OK 那我們再稍微... OK 那我們再稍微玩一下我們這個32位元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32位元 我們就剛剛的GAME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我們32位元 我們剛剛就是超級...就是在畫畫畫畫面嘛 我們直接把麥克風放到我臉旁邊 這樣子神靈...